下来我们关注各报头条 新州热报封面聚焦第二财长 纳多斯里·阿米尔寒扎 他指出早前到新加坡工作访问 跟投资者和分析师会面时 大家对我国强劲的经济表现反馈良好 也乐观看待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表现 种种数据也显示 我国经济目前基本上已经回到了正轨 而且种种令人鼓舞的经济数据支撑之下 都预示着我国正在重回亚洲之虎的地位 南洋商报的封面则是关注休闲农场的可持续性发展 毕竟我国身为农业大国 休闲农场的发展历程也已经超过了十年 但是相比起台湾却起码落后了二十年 经历新冠疫情之后 不少业者只是轻度转型 部分则是处于狗人残喘的阶段 那诸多的挑战和不确定因素 是导致业者不敢轻举妄动的主因 其实许多游客都对我国丰富的天然资源和休闲农场感兴趣 因此有业者看好 农场自产农作物再加工为副产品 会是本地农场转型至休闲产业 比较能够永续经营的解决方案之一 大都会预报的其中一个头条 则是放在雪兰尔安邦福泉山庄主屋 那一名28岁的女子为情所困 由于无法接受男朋友要跟自己分手的事实 放火自焚 最终葬身火害 这起火患发生在前天晚上 事发当时女子37岁的男朋友下班回家 亲眼目睹女子自焚 但是来不及营救她逃出火害 男子的脸部手脚也被烧伤 那近期发生的儿童颅管事件 再次敲响了安全的警钟 警方的数据就显示 去年的1月到11月 成果有710名18岁以下的儿童和少年失踪 那有76元至今是音讯全无 生死未捕 犯罪学专家沙胡哈密就指出 一些儿童或是少年失踪事件 其实是可以预防的 但一些父母在公共场所掉以轻心 甚至是只顾着看手机 忽略了孩子的安全 那在警方发布的失踪名单中 就包括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 10年前失踪 当时年仅3岁的刘明佑 以及2019年失踪时12岁的卓美玲 警方就表示失踪小孩 一天没有被找到 当局就不会撤销调查档案 因此任何人如果掌握了 失踪者的下落和情报 应该及时向警方投报 沙拉越州政府下达了 这个最后的通牒 现实国家石油公司三个月内 将原定承诺的天然气 分销网络和系统 移交给沙州政府旗下的 沙拉越石油公司 沙州总理丹斯里阿邦佐哈里就指出 国优提出延迟本月1号起 进行协商的要求 已经获得了批准 不过必须在三个月内 也就是10月前完成谈判 否则州政府将会继续 依法行使分销 佐哈里指出 从监管的角度来看 沙拉越石油公司 有权立法监管 沙拉越天然气分销 和天然气通管 此外在天然气的勘探方面 沙拉越石油公司 也已经和承包商讨论 并授权有关公司 来管理沙拉越的资源 好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关注的是天气预报 好那虽然雪龙地区呢 今天早上是下了一场雨 但是根据气象局呢 今天早上大部分的地区 仍然是艳阳高照的大热天 除了玻璃市吉党和槟城 斗湖和沙拉越 石屋木礁 加伯和明敦鲁部分地区 可能会有雨 那下午时段 预计部分地区迎来雷雨 这些地区大部分是在 北马和东海岸 中马地区包括了 水兰娥 吉隆坡 布城 森美兰和马六甲 还有登交楼 还是会继续大热天气 那么到了晚上呢 大部分的周暑 预计还是一个闷热的夜晚 那今天全天最高气温 预计是33度 闷热的天气 除了要多喝水 也得避免蚊虫滋生 免得受骨痛热症之苦 注意,明点击 注意,明点击 顶了 去对咱们 下午时的 躺煮 気管 就算了 这东西 什么 这是 这东西 里面 感谢观看